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五星主厨李鸿龙 好菜上菜 我们第二道我们要来做 本邦红烧黄鱼 那本邦红烧黄鱼 我们使用的黄鱼 在一斤十两 最好选择在一斤十两左右的黄鱼 那我们一样红烧的做法 我们必须先将煮食材 经过煎制或炸制之后 再来做烹调 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 是先煎制 所以我们来先来煎制黄鱼 煎制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热锅冷油的下去煎制 热锅冷油下去煎制 热锅冷油下去煎制 这样比较不会粘锅 不管你用什么锅子 好的锅子还是一般的铁锅 这样子都比较不会粘锅 黄鱼在处理的过程中 它必须将它头部的那个皮把它撕掉 因为那个部位是最腥的 那整条鱼它不能破肚 必须从鱼腮那个部位将它的鱼腮拿掉 还有它的内脏拿掉 所以它在煎制的时候 它的鱼肚才不会烂掉 煎起来才不会烂烂的 才会完整 好 我们把它翻面 翻面过来煎 翻面过来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油 加一点油 加一点油下去 好 我们这样子 另外一面也煎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它出锅 出锅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烧制 先处理副食材的部分 来 我们先爆香辛香料 我们里面有蒜还有香菇 笋片 姜片还有葱段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蒜稍微爆香 香菇跟香菇稍微爆香一下 好 我们的笋片跟姜片 还有我们的葱段 好 我们来下调味料 我们先放黄酒 再来酱油 再来酱油 二砂糖 还有我们的老抽 葱姜片 胡椒粉 好 我们先把它炒一下 再来放我们的汤 好 先烧一下 然后加入汤 好 这样大概烧十二分钟就可以了 十二分钟 我们把锅盖盖起来 好 这样烧十二分钟 因为我们烹调里面有讲求的 烹调前的调味 还有烹调中的调味 但是我们在起锅之前 还要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 整个的调味 所以我们在十二分钟之后 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 好 我们现在开锅 我们先把这个黄鱼先把它捞起来 还有它的料先捞起来 把它摆漂亮 在我们的盘中先把它摆至漂亮 摆至漂亮之后 我们这个汤汁 要让它自然收到成自然芡 再淋在黄鱼的上面 好 来 盘子 把它摆漂亮 好 我们这边先把它收汁 做二次的调味 我们要放入比较大量的一个糖 再来我们做一个 放一点老抽 再加一点生抽 一点点的生抽 好 我们开始收汁 开始收汁 整个让它收汁 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刚才在烧的时候 有一个动物性脂肪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油脂 但是如果油脂不够的时候 我们要再加一点的那个明油 明油就是我们的沙拉油 再加一点下去 再收成汁的时候 后面我们要整个要出锅的时候 这个汁要出锅的时候 我们要再淋一点香油 再淋一点香油 再淋一点香油 整个汁都浓稠 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技术上讲的一个螃蟹泡 就像螃蟹土泡泡的这样子 好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就关火 我们可以把它淋在黄鱼的上面 这是自然芡 自然芡我们完全没有用淀粉来勾芡它 自然形成一个汁 而且这个汁不会因为接触到空气 氧化 整个颜色变掉 因为它这个是完全用糖跟酱油去做结合了 所以这个汁永远不会再氧化变色 所以非常的明亮 好菜上桌 上海红烧黄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